來消息來看 宜蘭管政府 拿出通勤月票的方案 也暗示說要推出 定價2300元的百餘 像多款月票 不過 上各位 讓公路總局退回 因為應該還在做評估 宜蘭管政府最近有個調查 說有將近九成的通勤組 會買月票 有八成會買百餘 像多款月票 管政府說 資料已經很少交通報了 但說最快 八月可以開始 民眾在宜蘭專運站拜堆 要帶國度客運 人是這麼多 有的人甚至會利用國度客運 往回台北和宜蘭通勤最下半 所以管府拿出通勤月票的方案 不過 公路總局深層委員 對宜蘭這邊沒有拔車 相關共同運輸使用的證明 還有對定價合理性都有意見 要求保證資料 他們那個 按照委員的意見 再去做修正補充以後 我們就會再排森 那縣服也在七月十一號 那再次提送修正後的審查 計畫書給公眾進行審查 管府為了保證資料 最近做文館的調查 法九百分的文館 會收六百十五分來做數據 通計有八十九點一百的通勤作 會買月票 其中七十八點八 會買兩千十百塊 百二千多款月票 那如果算千八塊 國度客運的月票 只有21.3% 還好耶 因為通勤有點累 對 就是會常去 但是不會到每天 所以你會購買嗎 不會 不會 你會希望把台北的公眾運輸 包含在優惠裡面嗎 會啊 怎麼說怎麼說 因為這樣比較省錢 民眾感謝會買通勤月票 要選到哪一種 看法是真不一樣 不過當時的檔事室 外界都很關心 管府表示 保證資料 已經送到公路總局心意 希望國度客運的月票 還有管理市區客運的月票 可以在八塊分來試 如果百二千多款的月票 因為實際上百貨的責運 跟市區公車組合跟丟臉 最快十塊分可以試 記者總括報道